好,各位同學看看Cphysics, 另一年的第25條 In the above diagram, XY 表現一個 Boundary between Deep region and Central region Deep region和 Central region, 這裡就畫了給大家看 這個是Boundary 我怕是邊界的分界 Deep to shallow, 現在只看到一個Water wave 在Ribble Town裏面 Straight water wave, Deep region, Travel to XY 現在問問哪一個 Vitual Fund Diagram, Space Zone Wave Pattern in the Shadow region 由Deep region 去到Shadow region的時候 它的Pattern會變成什麼樣子 好了,我們首先要知道的就是 一個Water wave, 我們由Deep region到Shadow region有什麼改變 因為他們是Deep to shallow Shadow, 就是當它是Water wave的時候 它的Medium 它的Medium Dip to shallow的時候 Water wave裏面 就是分它的水深, 代表它有不同的Medium 即是說它有一個Medium的改變 Medium改變了 就會引致到它會有Speed的改變 OK 它有一個Speed的改變 Water wave spe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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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改變呢 由Deep to shallow的時候 它應該會走得 慢了 深水的時候 深水的時候 它會走得快點 深水走得快點 淺水走得慢點 而因為 我們的Frequency 是Depends on source 即是 Water wave 是變成產生出來 那麼 它由這個 穿過不同的Medium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Source沒有變過 這個Water wave也是同一個Source 所以那個Frequency 不變了 即是說當Water wave speed 是由 快 去到慢的Medium 那麼Lambda 都會有改變 Water wave speed 如果是 減慢了 快去慢,減慢了 那麼Lambda 都會 縮斷了 因為frequency 是不變的 OK 所以我們看到 Vid Deep Muzela 應該我們會找到的 就是 他們的Lambda 是應該 縮斷了 Lambda就是在哪裏 我們畫這些圖的時候 我們知道的就是這些打橫的線 紅色 highlight的這個 紅色的計畫線 代表的是Wave Fund Wave Fund就是 說的是 Craft OK 我們是把 這一排的Craft 列在一起 就為了一條Wave Fund 所以 這兩條Wave Fund 之間的間距 Craft 去到Craft 距離 就是一個Lambda OK,我們知道這些Wave Fund 怎麼畫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很容易知道 其實這兩條Wave Fund 距離就是一個Lambda 然後這個箭墜 就我們叫做ray ray ray就是 Traveling Direction 是你的Wave Traveling Direction OK 我們去判斷 Wave會怎樣 有什麼方向改變 我們就由 Ray 入手去判斷 這裏 ABCDD這五幅圖 首先我們判斷 Lambda 因為我們剛才 Medium 改變 Wave Speed 改變 Wave Speed 我們由Deep to Shadow 是會慢了 這個 怎麼知道 或者怎麼推斷 我們不能推斷 基本上是一個 Facts 記了它 而 從深水 去到淺水 就應該行得慢 淺水是行得慢一點 淺水行得慢一點 淺水行得慢一點 Lambda也會短一點 淺水行得慢一點 Lambda也會短一點 倒回深水 深水就是行得快一點 而Lambda就是長一點 OK 記住這些口訣 深快長 深快長 或者是不要理會快字 深長 看看你的深長 深 就長 深水 Lambda 淺水 Lambda 短一點 所以我們就找到 應該就是 A C B D E 都不合理 B和D Lambda 闊了 長了 就不合理了 D和D D那個 這裏是一樣闊的 亦都不合理 第2個不合理 Travel過來的時候 為何會彈在這邊 我們 這裏由深水去淺水 它會影響Wave Speed 其實這個叫做Reflection OK 這個是折射的效果 折射的效果 折射的效果 我們折射由一個Wave 就這樣 travel過去的時候 它不會這樣彈回頭 OK 即是等於光我們學了Light 光下穿過一個Medium 的時候 我們也是會 Band towards 或者Band away D from the normal 是不會 這樣彈走的 所以D是完全不合理的 我們要懂得判斷 方向 OK 我們判斷了A或C之後 我們就判斷究竟 它應該是怎樣 這個就是 Traveling direction 它究竟是Band towards Band away From the normal OK 而我們應該在 Light 大家應該學過Light 我們學Light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 越走得快 越走得快 它 黏著Normal那隻骨 其實就應該會越大 它走得越快 黏著Normal那隻骨應該會越大 OK走得越慢 它就會Band towards OK我們有一個 走得快一點的Medium 去到慢一點的Medium 它應該是 會Band towards Normal 接近 中線那邊 OK 這個是光 是Light wave 或是Water wave 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Wave的特性 大家都是一樣的 共通的 所以 我們就應該是這樣判斷 Band towards Normal那邊 由快的 去慢的 Band towards Normal那邊 我們去判斷這個 應該是A A這幅圖 A這幅圖才合理 神神的 再來一個 A這幅圖才合理 OK 那就不會是C的Band Away from the normal 這個就不對了 這個 而我們在這裡 總結了 我們應該有幾個 互相關聯的 Quanity 第一 就是它的Wave speed Wave speed就是跟我的Lambda 成正比 OK 我的Lambda和成正比 因爲 Frequency不變 然後 我的Wave speed 亦都會跟 我們的 直角有關係 但不是直接跟直角 是跟Side Feta有關係 這個都是成正比的關係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我們在光那裏 都是學過這個 就是 它究竟SideFeta的Raiso 兩邊的SideFetaRaiso 其實就是 等於它們的Speed Raiso OK 就是在這裡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關係 如果是對於光 只要光光 我們通常會再加上 第一塊 Reflective index 亦都是 跟這些東西成反比 這個東西成反比 我們叫做 Reflective index 那個字是Lud 這個主要我們 你留下它 用來描述光 Lice Wave 用 我們在Water Wave 或其他Wave 不會定義這個東西 OK 就是這樣